其实这题是花粉实验的实验设计 然后我们看题目 我们用90%的目的是为了固定花粉力吗 对 还记得我们在上课最后讲到 酒精一挥发 花粉就粘在你的钙波片上面 它是为了固定花粉力的 是对的 如果它的表面有明显花粉 代表它是丑梅花 因为它需要有花粉粘在人家昆虫身上 蜂梅花的表面是光滑的 所以第一个解法 凡士林是为了封闭缝隙来减少水分散失 对 这样你的蔗糖浓液的浓度才不会改变 好 诸显像 一个花粉管的每一个萌发孔都会长出花粉管吗 不 虽然你有好几个萌发孔 这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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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只有一个会长出成熟的花粉管 花粉管只能长出一个 所以不是每个都有长 最后只有一个可以长 所以诸错了 好 那花粉萌发孔需要养分是花粉自己的管细巴提供 还有池蕾的柱头跟花柱提供 对的 我们提供的蔗糖不是提供养分 只是提供适当的渗透压 所以这里答案是A C跟E 好 这是实验体 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是有考实验哦 对的